大家好 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 今天我要做的是 辣豆瓣酱炒豆干 准备的材料有 豆干、红萝卜丁、毛豆 还有一大匙的辣豆瓣酱 将豆干切成小丁 锅内放油 先把豆干放进来 煎到为佳 把红萝卜加进来 把红萝卜炒软 红萝卜差不多炒软了以后 把辣豆瓣酱放进来 那大豆瓣酱一定要炒一下 才会香 加一点点的酱油 加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糖 把毛豆放进来 加水 盖上锅盖 让它煮到汁 差不多收干 像这样子汁差不多干 就可以起锅了 好 那是不是很容易呢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简单做菜 轻松开饭 健康无负担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